这高铁看着怎么有点蒙圈呢 到底是我弟里没学好 我还是怎么回事 这趟石家庄到北京的动车 居然又经过山西省会太远 而且要走六多小时才能到达北京 完美的走出一个C字形路线 那今天早上咱们就在河北省会石家庄出发 坐一下这趟高铁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到底为啥这样走 咱们不在这个2B检票口 是在前面那个6B 这趟车的人不少 我都进京的吗 就这么绕 坐这趟车去北京还不熬买票呢 这提价号一天定 还有一点比较特殊 石家庄进京一般是进北京西 或者北京丰台 而这趟车居然干清河去了 这怎么这么像太远级的车呢 整个一个车里那广子全都是山西沉醋 出门好浓啊 车厢里都贴满了醋瓶的图案 车厢基本上是爆满了 早上8点咱们乘坐的这趟列车 缓缓地从石家庄站开出 下午2点11就能到北京清河了 我坐在这节车厢好像有个老年旅行团 坐我旁边这个大爷和大娘 自从上车开始就一直手机 放轻老大动就赶着听课呢 最逗的是听蒋克那人说 我们刚建起来的大群 不到一天就被疯了 大爷听这课程一种成功学和相亲相爱一家人那种感觉 你们应该懂的 这一道观感着眼就大爷听这啥课程了 差一点我就把这个阳群北站给错过了 这可是四大明北之一啊 每次经过我必须得拍一下了 咱们乘坐这档车现在已经进入山西省会太远了 现在列车正在通过太远站 太远站不停车 一会儿停太远南站 这刚到太远南站也没下几个人了 就让全体起立一转椅子 这讲坐这车的时候到北京的嘛 到太远南也没下几个人 这的时候去哪的呀 没想到这个车这么绕客流还这么好 前排的有小孩超级可爱 刚才一直在瞅我 这啥情况啊 刚才经过太远站 现在又经过太远站了 这多走了一段路啊 还不如不停太远南 直接停太远站的 这个车现在上大西客转了 正在往大同方向走 这一会儿正在经过一个要仰曲西站的地方 刚才听周围人这些人聊天才知道 他们一般都是在张家口下 还有不少人是在一个叫喧化的地方下 好像听过 但是忘了在哪了 好像是大班车人都是去张家口的 这整的挺有意思 河北省会石家庄去河北张家口 居然要跑山西来绕一圈 这会儿停靠一个叫新州西站的地方 我刚问了一下帕马大爷 我说去张家口在北京倒车多方便呢 还近 大爷说是去北京倒车太折腾了 怕得从北京西换到北京北 坐好一遍地铁 这个虽然绕 但是能直达 大爷说以前有试驾庄到张家口的火车 不知道为啥给取消了 刚才下客运专线都过整蒙了 一查才知道 原来大西客专大同这段还没建完呢 现在走的就是普通的油渣轨道 正在经过一个建设中的车站 这个叫淮仁东站 看了一下地图 这个淮仁就在大同旁边 但它不归大同管是硕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市 我这以前从来没来过大同 第一次经过大同市 这个城市比山西省规太远有名了 现在停靠的是大同南站 这都马上快出山西了 车上大部分乘客还是在石家庄上的没下呢 这回离开大同再往前走一段又回河北省了 出大同以后 这个车速才像个动车样 这会儿已经进入张家口市了 正在经过这个地方叫淮仁 是张家口下面的一个县 这个应该就是张家口的市区了吧 一进张家口 看来这三分之二的乘客都要下车了 这就是张家口站看着规模还不小呢 看来这在石家庄上的BA车的乘客都是到张家口的 这河北省的部分城市往返省会也太不容易了 尤其是张家口还得在山西绕到三圈 那么问题来了 石家庄到张家口堵金广高铁加金张高铁不是更近吗 为啥要绕到山西呢 石家庄到山西绕到山西绕到山西绕到大半户的乘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